請問這裡規模有多大 我們這裡是1000多瓶 是全台灣最大的健身房在運動動式裡面 無論跑步或健身 隨時都能得到專業建議 來自法國的安娜很幸福 因為身邊這位帥哥教練 就是她的老公 身體下壓往前 對 好 手肘 位於泰山千坪大的健身房 不但是他們的約會小天地 更是工作多年努力打拼的心血結晶 安娜十年前來台學中文 和老公一起經營健身房事業多年 流利中文不但常上電視節目當來賓 此外 還市民人氣YouTuber 安娜 你們這邊的健身房 是不是已經停業一段時間 對 我們已經經了快樂一個月 然後我們預期是24號會才開始適應 無奈遇上疫情來攪局 健身房才剛開幕就纏了受災戶 本該人氣爆棚的運動空間如今空蕩蕩 但教練們沒選者 抓緊時間消毒每一座器材 此外也發揮專業拍攝健身教學短片 防疫期間教大家如何在家運動 果真吸引許多網友分享互動 為了迎接二次開幕 歇業期間他們絞盡腦汁留住顧客 不但開設免費課程 還把健身場所搬到室外 拖出我的肌肉 安娜衝刺啊 crush crush 手腳掌放在背後面 然後往上看 因為身為老闆娘 安娜深知防疫做好客人才能安心運動 因為她的家鄉法國 疫情十分嚴峻 其實我們是等看到意大利那麼嚴重 然後開始慢慢做一點點的保護 然後我覺得我們真的來不及 原本是法國家人擔心她 但台灣防疫有成 如今換成她 每天打電話關心家人狀況 沒有隔離 她開始每天哭了 因為她有一點緊張 因為她還是會怕 身為人氣YouTuber 安娜也製作了多支影片 和網友分享法國的疫情狀況 還有家人的隔離生活 像是她的妹妹出門買菜 卻沒有口罩戴 就讓安娜十分擔心 好 現在我們進行 對 我忘了說 我沒有洗衣服 因為我們沒有洗衣服 甚至人家的護衣服 所以沒有洗衣服 但是我沒有洗衣服 我還要避免觸碰 即使分處兩地 依舊掛心 遠方親友 安娜卻也慶幸自己生活在台灣 不但身體健康 口罩有得買 日常行動也很自由 最重要的是 得以和最愛的人相守 雖然疫情目前依舊看不到盡頭 但他們有信心 作為彼此後盾 攜手以愛 就能度過這次的疫情挑戰